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资料说这个城市的面积大概有意大利的蓬佩的七倍大 不过既然它一直都还没有开挖出来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实际的大小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集所介绍的 以前以佛手则开挖出来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但是这已经让我们赞叹不已了 我们曾经说过在1869年考古学家才开始去挖掘这个Artemis神殿 而以佛手这个城市的移籍呢 更是要更晚一点 大概要到1965年才一寸一寸认真地把它挖掘出来 不过我也相信开挖出来的区域呢 应该就是以佛手最精华的部分了 以佛手所开放的古迹呢 总共有两个入口 两边都可以进出的 高低但是有一些落差 形成从南到北的一种缓坡 因此呢我都喜欢安排大家呢 从南方进 从北边出 然后我们从高点往下慢慢地逛 那这样子走起来呢 会轻松会舒服多了 OK 我们买了票进了门 就是刚刚给大家看的第二张照片的地方呢 地面上摆了许多无法拼凑的一些断圆残壁啦 还有一堆的排水管 这块空地呢 当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集 或者应该叫做Forum 希腊文叫做Forum 广场中央呢 最早期 据说曾经有一座Isis的 就是埃及的女生 Isis的神庙 市民们呢 就喜欢聚集在这个神庙的四周来做买卖 政府也就摆了办公桌来抽税 诗人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 教学了辩论了 还有跑江湖的表演 全部都集中在这个空地 后来呢Forum这个字呢 就变成了论坛 像托尼西啊 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样子的市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然后稍微想象一下 两千年前的景象啊 应该就和这样子差不多 我相信是几乎没有什么样的改变的 在我们站着的这个市集旁边呢 有一块用不锈钢围起来的大理石 这个石块上面呢 被人磕了一个圆 里面呢横竖的线条 好像是一块披萨饼一样 就形成了一个米字 这是当年呢受到压迫 只能躲在暗中活动的基督徒啊 他们偷偷的做出来的一些暗号 那么借此呢来互相的鼓励 来打气 告诉其他的教友说 你并不孤单 还有我在这里 所以在以扶索呢 不单单只有这一块 尤其是等到下面呢 我带大家到这个大剧场的对面呢 早年是通往港口的这个大马路上呢 我就沉浸在那里 我不只找到了七八个 应该还有更多 可见呢当年呢 躲藏起来的基督徒呢 应该是数量应该是相当不少的 以这个圆以及这个米字呢 我们可以分解成希腊文的 用英文字母来讲 I那就代表耶稣 X呢就代表基督 O呢就代表了上帝 Y就代表儿子 Sigma就表示复活 因此这个整个图案要传达的讯息就是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他复活了 这个图案呢在西元312年呢 均是坦丁大帝呢 号召基督徒加住他的部队 然后在台伯河的这个米尔维奥桥 然后就打败了这个马申提悟 从那个时候以后呢 基督教呢终于就被罗马帝国所接受了 到了西元393年 甚至呢就变成唯一合法的宗教 其他的全部是异端 因此在讲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的这个基督徒呢 就把这个类似披萨饼的这样子一个图案呢 把它稍微剪裁就变成了一个十字形 代表他们的信仰 当他们占领了这个神殿或者是神庙 尤其像比如说埃及 这还有很多的神殿 被当作教堂的时候呢 他们就在这个神殿里面呢 就到处都刻上这种十字架的一个图形了 非常的多 后来讲希腊语呢 同时以君士坦丁堡的这个牧首 作为他们领袖的这一派呢 我们称他们做东正教 跟以梵蒂冈为首的这个天主教呢 就有一点区别了 而且就像伊斯兰教的 我们所谓的迅尼派以及什叶派 他们两个一样的 天主教跟东正教双方 几乎从一开始呢就不相往来 天主教呢 他们则以这个耶稣被钉的十字架 作为他们信仰的一个标志了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十字架 那跟东正教的这个十字呢 两者也显著的不同 十字架的这个内涵呢 也不太一样 而但是在西罗马帝国方面呢 基督徒流行的暗号也不太一样 那么当这两个陌生人呢 第一次碰面的寒暄啊 有一个人呢 就会不经意的就在地板上 用脚呢就画出一个弧形 如果对方呢也是基督徒 他也就不动声色的也画一个弧 那么这两个弧呢交叠在一起呢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条鱼 那么希腊文 希腊文的鱼正好就是 I S O Y Sigma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他复活了 所以到现在呢 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 有一些基督徒啊 会在自己的轿车后面 贴着这样一个羽衣的图案 OK 接着我们看到路边的有三个圆拱 那是罗马寺的浴池了 大约在西元两百年的前后呢 罗马的统治的年代啊 这是才新建的 刚刚我们在旁边呢 三十公尺前面呢 就看到有一堆陶制的水管 就是从这个浴场的供水系统里面 所挖出来的 罗马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洗澡 他们到各个城市 占领各个城市都会建大澡大澡堂 据说罗马人呢平均每天的用水量 是台北人的四倍 但是一般家庭普遍的都没有浴室的 因此公共浴室的需求相当的大 所以呢会有很多的皇帝呢 就会新建这个大型的浴室呢 当作是一个政绩送给当地的老百姓 像现在我们在罗马呢 还留存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卡拉卡拉大浴场 这个遗迹呢 就是在西元前212年 卡拉卡拉皇帝为了他父亲呢 塞佛流所新建的大浴场 同时呢 他就可以同时让一千六百人一起入浴啊 那有些树上说可以有三千人啊 里面还有土耳其浴室 还有烤箱 还有冷热水池分开的 还有会议室 还有拉丁文的图书馆 还有希腊文的图书馆 还有运动场 还有艺朗 还有花园 还有色情牛鸭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罗马的公共浴室啊 是不分男女的 但是有分时段 譬如说早上十一点以前 只让女士先用 十一点以后呢 就让些男生了 但是如果你刚好那个时候你的时段有事情 你必须再不属于你的时间去使用 也没有关系啊 你就是万红之中一点绿了 大家全部光屁股 没有人介意 在罗马时代的男女关系呢 并没有像现在的那么严谨啊 是相当相当的开放的 而这样子的一种习惯 多多少少还遗留到现在 譬如说在奥地利 在三十多年前呢 仍然很少人的住家 会有自己的家里的浴室 所以大家都习惯上都是到游泳池去健身 顺便就洗个澡 而这个三温暖呢 奥地利的三温暖 一直到今天 仍然是男女共用 数百个男男女女啊 老老少少 没有隔间 大家全部裸宠相见 毫不见惯 我去过好几次啊 也曾经问过奥地利人 诶 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男女生分开的三温暖 他倒是觉得很奇怪的问我 为什么男女生要分开 不过像这样子男女一起 一起共浴的这样子的澡堂啊 到意大利反而行不通 因为天主教的规矩呢 是比较严格的 到了二十世纪的初期呢 卡拉卡拉大浴场的设计呢 仍然为一些现代的建筑呢 提供了一些灵感 譬如说美国纽约的这个 宾夕凡尼亚车站 Pen Station Pen Station 就是以卡拉卡拉大浴场 作为他们设计的蓝本 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以佛所的意思 浴室啊 浴场啊 有没有像古罗马的设施 这样子完善 有那么多的设备 我没有找到资料 而这个浴场呢 也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挖完成了 但是我想大概应该是差不多了 罗马人到哪里都是有这种需求嘛 目前我们只能看到这三个功能 让我们来平调了 只能靠我们去想像 这里面以前的这种热闹的景象 OK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下一集 非常精彩的 谢谢大家